我們接下來要請我們只能工管理委員會 高超文主任委員 致歡宜慈 歡迎光主委員 我們尊敬的陽春大師的夫人 以及我們尊敬的台北市林副市長 以及我們藝文推廣處 代表是藝文推廣處我們詹處長 以及我們文山區大家長 我們劉區長 以及我們評審老師 我們王品惠老師 張阿水老師 以及我們各位支持 我們協辦 贊助 我們少年華洋獎的各位單位 以及各位好朋友 同時最重要的也就是各位同學 以及各位家長 大家早安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由我超文 以及我們指南宮 我們無聲志工會 我們參會長 以及無聲志工會 我們副秘書長 請代表指南宮管理院會 來這裡 同時跟大家結這個緣 美麗的主持人 我套用我們鳳凰藝術美學試試會 這個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種得梧桐樹 引得鳳凰來 所以這一次是異世界的少年華洋獎 其實這個起心動念 就是跟陳陽春大師結的這個緣 這個緣在我跟各位同學做一個報告 當年啊 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們指南宮的信徒啊 也就是我們陽春化業的執行長 在哪裡 在月裏 月裏老師 月裏老師 也要讓大家認識你一下 揮揮揮手 但是我們 陽春老師來到指南宮 所以當年我們的主委 溝通信先生 就兩個人在聊天啊 聊一聊就他聊得很來 結果陽春老師就跟我們主委講說 郭主委啊 你贏宗教的宏道 以宗教在宏道 當年老師會就想 就說 欸 老師啊 你是以藝宏道 以藝術來宏道 也因為這樣子大家的一個緣分啊 開啟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紫南宮對藝術的一個推展的一個領域 紫南宮今年進入 是第135年 這是一個旅動兵 呂祖的一個道場 同時啊 呂祖他是唐代人 唐代人 中國人是儒家思想 唐代是佛法盛行 但是呂祖成道 是以道來成道 所以在他的概念當中 是儒四道 三教統體 性命之力 門幕大開 任君則去 所以一方面也包含了儒四道的一個包容性 同時在紫南宮這一個這個道場 他有六個發展的主軸 過去的人信仰 過去的人的努力 現在大家信仰 大家努力 求的是什麼 就是未來要來的人有一個好的道場 講的是宗教沒有錯 這六個發展主軸 第一個也就是宗教 也是紫南宮發展的主體 宗教 第二個也就是教育 宗教離不開教育 所以能夠在一個宗教的一個場域啊 來推展教育 也是我們積極的一個要求 第三個也就是慈善 所以在慈善方面 我們各個宗教 無論是佛教 道教 天教等 大家都在努力跟社會的一個互動來結合 所以在有限的資源 一點點的財力 還是物力 人力 甚至招呼大家去做好事 也就是慈善的一個發揮 第四個就是文化性 希望優質的中華文化 跟優質的台灣在地的文化 能夠在紫南宮這個平台當中 大家有一個接軌跟推展 跟互相認識 跟讓他能夠接觸的這個機會 所以在兩岸的一個互動關係上面 因為這祖神啊 立祖 也就是從大陸一代當時 但是所以很難去做一個大陸的離祖 他們的離祖 而是說希望在這個道場 大家很自然的一個教育 第五個就是藝術 所以剛剛講到就是說 一個以宗教還是以藝術 但最重要就是說 宗教講的是善 善業的善 藝術的講的是美 但是帶著一個真心啊 到這個山上來的時候 也就是讓你能夠有真善美的結合 所以今天難得我們第一屆少女華洋獎 我們王同學 劉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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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像燈塔一樣 大家來參 來比賽 來做這樣子活動 同時啊 大家有一個目標的一個結合 同時啊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這個除了宗教 跟這個美學的一個推整之外 最重要 尼主有講到一個就是久美德 久重的美德 忠孝廉結義信仁惠允 忠於國家 忠於我們的這個家庭 也是日後你會進入工作時場 對於你的一個所謂的工作 環境的一個大家的一個尊重 孝到你的父親母親你的 連啊就是清清白白 所以現在在所謂的網絡的世界啊 很多元化 但是你要保持人在一個心 劫就是人要有劫起 不容卑躬屈心 意 道義的意 講話 這個做人要有做意的 性 就是代表說話說話 人啊就是要有那個慈悲心 會就是長官對於下屬啊 要能夠照顧下屬 照顧那個慧 人慧禮就是要禮貌 所以在子蘭宮的信仰的同時來講 余主講到這久美德啊 所以今天在藉由這個場域 因為有同學會 大家一起在這個場域來講 介紹給大家 在這裡我不敢多言 也希望就是說 由師母帶著我們 老師啊 雖然今天我想老師啊 這個雖然這個過世啊 其實他的精神跟我們在一起 因為全都是老師的好朋友 大家一屆一屆一直做過去 老師跟我們老主委啊 一定很開心 但是能夠給這個青少年 這個機會啊 我相信是我們很高興 大家一起去做的 所以這一點也在大家做報告 同時也感謝我們副市長 以及處長的一個支持 跟我們區長的支持 大家的支持 也祝福大家 大家第一個身體要健康 第二個所謂的學習要努力 同時啊 我們家庭大家都能和樂 我們這個社會都能夠下渴 同時啊 國家能夠風飄如順 國泰敏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